尤其名字 我們早期不叫陸頂季 剛好我們就是位於陸爺的山上 所以我們陸就是取之陸爺的陸 頂就是我們這邊茶狀在山上 所以用山頂的頂再加一個三字頭 那就是配合諧音的部分 讓消費者比較有惡熟能詳的感覺 其實最早的時候 我母親他們家中這邊也有種茶葉 後來開始經營加工廠之後 茶園的部分反而沒有經營 就專心在製茶技術 然後慢慢的我母親就是 練就一生培茶的好功夫 剛好也有客人說 你們自己在賣茶 為什麼不自己種茶葉這樣子 一直到寧國102年的時候 我母親決定要自己種茶 那時候我在台北的銀行上班 我就建議他說 北部的消費市場 其實對有機這一塊是很重視的 就是那幾年也開始有一些食安的問題 然後就決定開始做有機茶 那時候我們就是從產銷履歷開始做到有機認證的部分 對 可是那時候我媽一個人自己在做有機這個部分 才發現有機在不會操作農機具的情況之下是很吃人力的 對因為你不能撒藥 所以你很多都只能靠人工去處理 然後就是想說需要人力的情況之下 而且算是我慫恿我母親做有機的 然後再加上是 我希望在我母親體力好的時候 就是趕快把他這個技術學下來 所以我那時候在104年就辭掉工作 然後回來做農 那剛好那時候紅烏龍慢慢開始起來了 對 那我們就開始學紅烏龍 然後也在推廣紅烏龍這一塊 那產品的部分我們現在是以紅烏龍這個部分為主力商品 那我們家比較有特色的部分在於我們烘焙出來的花香跟果香的部分 普遍來講很多紅烏龍都是過重的烘焙 那有可能就會喝到一些比較不舒服的焦味 那個焦味有時候少數客人是喜歡的 可是一般我比較希望是年輕族群也都可以接受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焦味的部分可以比較低一點 那不只是紅烏龍 包括清香型的烏龍茶還有金萱茶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家很有特色的商品 那最主要的部分還是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有機管理也有拿到有機認證 再加上去年108年開始有拿到清真認證 所以我們的市場面有往那個國際方面去發展 我們就是很希望所有的消費者可以利用時間到台東來做深度旅遊 然後享受我們台東的好山好水好茶 然後可以看熱氣球也可以欣賞大自然 更可以在我們茶莊裡面喝一杯好茶好咖啡 享用一份好吃的下午茶 !